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8月15号塔利班开始进入首都喀布尔 到现在20多天 到现在已经超过三个礼拜了 那么这个事情可以说是震惊世界 在国内的思想界也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 我在大概是18还是19号就写了第一篇文章 现在已经在金融时报的中文版上已经登了六篇文章 可能还有两篇文章 那么我就这个事情的一些问题提了我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这一次的阿富汗巨变 实际上它引起了 它就是带出了很多的问题 而且关于阿富汗最近的一些人的评论 逐渐和我们以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连着一起 形成了一个好像一个解释模式 大致上我就是这么复述一下这个解释模式 就是说这个阿富汗呢 是一个那个历来是一个弱国 但是是经常受到强国的欺负 但是阿富汗的人民 人穷至高 强悍善战 所以成为帝国的坟墓 从来就没有被列强征服过 那么 然后 第二个说法就是 说阿富汗的很多苦难 尤其是 那个现当代的苦难 都是因为它的特殊的地缘位置 引起了列强的争夺而导致的 比如说十九世纪 俄国和英国争夺 比如说二十世纪 美国和苏联争夺 那个那个 就是由这些列强 那个争夺势力范围 阿富汗成为一个缓冲区 因此 受到外国的干涉 而引起了很多的 战乱 有人说 如果列强不干预 阿富汗的人 穷是穷一点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过太平日子的 这是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 就是说 这个阿富汗 它是深处内陆 地级民贫 发展经济特别困难 而且 穷则失变 穷山恶水出刁民 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治理的 那么很多人都有 有这样的印象 那么还有些人就把这个和 最近的塔利班联系起来 认为塔利班就是农民起义 是在有很深厚的民心的基础 所以两次都能够势如破竹 而这个西方扶植的这个阿富汗民主政府呢 都是不得人心的 也很腐败 所以均无斗志 阿富汗的今天 是得人心者 得天下的结果 但是这里头有个问题 就是过去啊 我们的官方 我就不说那个自由派的言论了 就是我们的官方以前对塔利班也是非常之 评价是非常负面的 这当然和那个我们因为新疆问题 特别提防穆斯林有一定的关系 是吧 所以我们国家包括官媒 过去也尽说塔利班是如何如何的残暴 那么这样的势力怎么又会得人心呢 因此现在又有人说啊 我们认为他得人心还是不得人心 这是按照我们的价值观 或者按照西方的价值观 但是阿富汗人的价值观 跟我们一般人是完全不同的 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而且阿富汗人极其珍视 并且接力捍卫这种文化 因此这个列强干预阿富汗的失败 也是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证明 这个我觉得最近这二十年 曾经有一度 我后面要讲到 就是西方在冷战胜利以后 的确是非常希望在以往 人们一般认为是很难搞民主的地方 比如说阿拉伯地区来推广 民主价值 但是先在伊拉克 后在阿富汗 好像都没有成功 伊拉克应该说现在还是 在那个缓慢的 在那个推进的 但是阿富汗应该说 至少这一次就已经是彻底失败了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是不是这个宪政民主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政治制度 只适合于基督教 或者只适合于基督教的某一个教派 或者只适合于地理上的某一个区间 是吧 那么对于其他地方 那肯定是搞不成的 是吧 那么这个事情当然 我觉得也涉及到中国了 是吧 因为这个这里头也涉及到 现在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在中国 当然我们也知道 最近就从自由民主这个角度讲 这个也不是很乐观 是吧 那么将来会怎么样 将来会怎么样 我从来是反对决定论的 但是的确 对那个展望远景 也的确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努力 到底朝的什么方向去努力 这个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 而且老实说 我们现在讨论阿富汗 它的最大的意义也就在于这一点 也就是说 这件事情不是只是针对 阿富汗一个地方的事 是吧 它的确是涉及到 我们怎么考虑 我们怎么看待西方的未来 中国的未来 乃至人类的未来 我刚才讲的这几种说法 我都是有不同意见的 我已经发表了几篇文章 也都谈了这个问题 是吧 那么首先我要讲 说阿富汗 这个他 人穷至高 强悍善战 地形复杂 是吧 而且好像他们的人民对 虽然有人说他们善于内斗 但是很多人说 一旦有外敌入侵 那他们就会放下矛盾 去传立对敌 这个说法不但中国有 而且好像是西方最早形成的 就是这几天阿富汗发生变化以后 有人就找出那个弗里泽曼 在好几年以前写的一篇文章 就引了那个原来的阿富汗国王查西尔这一句话 说啊 我们阿富汗经常有兄弟的争论 但是 而且往往是兄弟 连起手来反对 堂兄弟 是吧 但是一旦 外国人打进来 那么我们就会 我们的兄弟和堂兄弟联合起来 先把外人给赶走 然后我们再争论我们的 那么这句话是查西尔讲的 那么 弗里泽曼又引了 这个好像就是说 这个阿富汗这个国家是 从来就是没有被征服过的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很多年以前 就有一些学者 呃 曾经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是吧 呃 像那个 前几年在中国就有了一本的 那个呃 那个安萨利 就是一个阿富汗裔的 呃 美国作家写的一本书 啊 他就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在我看了 实际上在我看来啊 呃 呃 我们可以把这个阿富汗 这个在历史上在那个被呃 呃 呃 外敌征服的这个过程 跟中国做一个比较 呃 大家都知道呃 呃 中国是没有人说 他是帝国坟场的 是吧 因为中国呃 这个王朝可能说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 可能呃 当然尤其以宋朝为代表 呃 他的经济很繁荣 呃 人民生活也比至少比那些 周边的那些游牧民族要好 呃 但是而且文明呃 而且那个文化好像也很昌盛 是吧 但是就有一个特点 就是好像是打不过那些 呃 骑马的民族 是吧 所以经常有在中国历史上 经常有那个北方民族 呃 入侵的问题 是吧 那么因此也没有人说中国是呃 帝国的坟场 但是阿富汗好像就有这种说法 呃 但是我们在我的那个第五篇文章中啊 已经讲了很多的呃 试实是吧 证明这个阿富汗呃 其实不但不是什么帝国坟场 反而是 这个 亚欧大陆的呃 从古道经的蛮族征服中 是吧 从最早的原始亚利安人 一直到呃 近代的那个突厥人 蒙古人等等啊 呃 历次征服啊 都经常得手的地方 是吧 我说我曾经 我开玩笑说 这个与其说是帝国的坟场 不如说是帝国的乐园了 啊 那么比如说从最早 大家知道那个印度河文明啊 那个是古代的 达罗比图人建立的文明啊 他当然他主要的文明区域 是在巴基斯坦 但是阿富汗也是他的周边地区嘛 那么后来呃 在公元三千计啊 这个文明呃 这个文明灭亡的原因有各种各样啊 也并不是说他就一定是被民族征服所灭亡的 但是的确是吧 达罗比图人的这个搞的这些东西 最后就被那个亚利安人所取代了啊 那么因此呃 这个阿富汗以前有个古名嘛 就叫做亚利 亚利安那 是吧 那个呃 阿富汗的航空公司一直叫做亚利安那航空公司 阿富汗的呃 通信社也一直叫做阿里呃 那个那个阿里安那新闻是啊 等等 是吧 那么这个自从有了 呃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呃 不但是一个呃 不但是一个那个统治者的变化了 也包括是语言文明的变化 因为达罗比图人讲的不是亚利安语 是吧 呃而是和现在南印度的呃 什么泰米尔文呃 泰鲁固文呃 马来亚拉姆文呃 和这些文字是呃 和这些语言是 但是北印度一直到阿富汗呃 呃都是 亚利安语的 呃也就是我们讲的印欧语系的 呃也就是说呃 亚利安人来了以后就把达罗比图人的文明给完全取代了 那么到了呃 呃这个公元六世纪 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波斯帝国的征服 又一次呃 根本改变了这里的那个文化结构 大家知道波斯呃 帝国 他是讲伊朗语的 是吧 那么伊朗语虽然也是亚利安语系 但是他和现在我们在印度巴基斯坦听到的那个呃 亚利安语系呃 呃不呃 印欧语系的那个呃 印欧语系的那个呃 古印度诸语言就是什么梵文呃巴利文呃之类的 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啊 啊 类型是吧 那么波斯帝国进来以后就把原来的那个呃 呃那个古印度诸语言就是作为梵文的啊 就是作为后来梵文前生的那些语言 全部都替代了呃 从波斯帝国征服以后一直到现在在阿富汗的绝大部分地区 通行的都是呃 波斯呃 都是伊朗语族的语言 是吧 包括我们现在知道包括普什图语 塔吉克语 达里语等等啊 呃 包括哈达哈达拉语啊 都是属于那个伊朗语制的 也就是说这个呃 而且在这个时候啊呃 呃 欧洲人也征服过这里啊 大家知道一下呃 那个呃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就征服过阿富汗 而且在阿富汗建立了那个呃 希腊人的皇朝啊 就是那个呃 希腊巴克特利亚呃 或者中国又叫做大厦 是吧呃 大厦 那么也正是因为呃 那么也正是因为呃 希腊人的征服呃 带来了建陀罗文化啊 啊那么以后我们知道呃 呃呃 那个佛教 呃 那个佛教 那么也就是到了呃 佛教佛教传到呃呃 传到呃呃 阿富汗以后啊 在阿富汗呃和那个希腊的文明和希腊征服者亚历山大带来的呃 这些东西结合 然后才产生了呃 呃这个佛教的照相艺术 是吧 我曾经我这文章里头讲嘛 如果呃 没有外族对阿富汗的征服 印度就不会有詹陀罗 中国就不会有敦煌 是吧 阿富汗本地也不可能有那个被呃 被塔利班炸毁的那个呃 呃 那个巴米扬大佛 是吧 怎么能说没有被征服呢 没有被征服就不会有这些东西的啊 啊 那么但是呃 到了那个 呃 后来佛教呃 呃又佛教的呃 那个强权又征服了阿富汗 是吧 阿富汗这历史上曾经有长达几个世纪的 长达几个世纪的那个佛教但绝对优势的时代 而且这个长达几个世纪的佛教也不是和平进来的 也是通过征服 是吧 那个呃 古印度的呃 孔雀帝国呃 呃 那个呃 大肉汁的呃 贵商帝国还有燕达人的国家都曾经呃在阿富汗立足而且一立足就是几百年是吧 包括那个波斯帝国的统治呃那个大厦的统治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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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了这个阿富汗人衰落以后 不是 那个那个那个阿拉伯的 那些统治衰落以后 那么到了 近古时代 大概是十二十三世纪 那个蒙古人长期植入 那不要说征服了阿富汗 又从阿富汗向西打进了伊朗 那么建立了伊尔帝国 伊尔汉国 包括查和台 是吧 窝窟台 这些都是蒙古人的国家 也统治了那里几百年 而且蒙古人在那里 逐渐逐渐伊斯兰化 伊斯兰化以后 一个是伊斯兰化 另外一个是在血统上突厥化 那么突厥化的蒙古人和突厥人 就成为 那个最近这几个世纪以来 阿富汗这个地区更加频繁的征服者 他们前后七八次的征服过阿富汗 而且每一次都是 那个 而且每一次都是秋风扫落叶一般 其实是 非常顺利的 而且他们在那里 征服了以后都可以立足 不但立足 可以把阿富汗当作 进一步的 西进伊朗 南下印度的根据地 是吧 通过阿富汗 进一步的征服 印度 征服伊朗 是吧 包括那个 他不是普世途人 也不是那个 也不是那个 阿富汗这个地区最早的土著 那么阿富汗地区最早的土著 就是普世途人 普世途人 他最早的国家 其实是借助突厥化的蒙古人 然后这些人因为打仗打得厉害了 生存力很很短 是吧 都是昙花一现的 都是几十年 甚至十几年 甚至只有几年 是吧 像那个 我曾经提到的德里苏丹国 最早的 最早是德里苏丹国 德里苏丹国的那个 那个洛迪王朝 洛迪王朝 他在今天的德里市中心 有一个洛迪花园 我还曾经在他旁边的那个 大使酒店住过好多天的 那么 这个洛迪王朝啊 他是由普世途人建立的 但是并不是建在阿富汗 而是建在今天的印度 当时的那个 普世途的一个将军 当时的普世途的一个将军 跟突厥人一起打到印度 他很能打 是吧 然后他就在那里 逐渐逐渐就自己就 推翻了自己的主人 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国家 首都就是在德里 那么这个国家其实维持了只有几十年 是吧 那么 与此相 与此 类似的 还有几个类似的王朝 像苏丽王朝 他实际上在恒河流域建立的 还有一个那个 卡尼亚王朝 是在 孟加拉建立的 是吧 还有一个阿扎德汉王朝 是在 伊朗西部阿塞拜疆那里 建立的 那都是 短则几年 多则 十几年 有的是几十年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 从来没有一个王国是 是超过一百年的 而且这些王国也都没有建立在阿富汗本土 所以我有的时候曾经 想啊 我说如果说阿富汗是帝国的坟藏 其实倒是说他们 本土人建立帝国的坟藏倒是真的 是吧 因为他们的本土人以前就从来没有建立过什么大帝国 到了 呃 他们本土人在本土建立的第一个 呃 那个那个 呃 建立的第一个帝国或者说王国 就是霍塔克王国 是吧 那已经是十八世纪的事了 啊 霍塔克王国以后 然后又有了好几个 呃 小王国 是吧 包括呃 在苏联进来以前存在的那个阿富汗王国 那个阿富汗王国是1926年建立的到1973年啊 被颠覆 对吧 也只存在了40多年 那么这些国家 呃 呃 呃 因为这个这个 呃 普什图人 是吧 建立的国家建立的很晚 而且 这些国家本身也都很不稳定啊 呃 内部经常出现 最长的一个巴拉克宰王朝 他的寿命也只刚刚超过了一个世纪 而且在巴拉克宰王朝时期就不断发生内战 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 所以如果你要讲真的说阿富汗是个帝国坟场 实际上并不是指外来征服着的帝国坟场 而是他们本本地的人建立不起一个稳定的政权 如果真的要讲帝国坟场 也是他们本地人的帝国坟场 是吧 其实这个传统一直遗留到现在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 阿富汗不管是赶走了美国人 还是赶走了苏联人 是吧 呃 然后他们就会自己打得一不亦乐乎 对吧 然后就是出现一个那种那种那种乱世英雄 启示方的那种状态 其实这个现象以前一直就 最长的一个巴拉克宰王朝 他的寿命也只刚刚超过了一个世纪 而且在巴拉克宰王朝时期就不断发生内战 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 所以如果你要讲真的说阿富汗是个帝国坟场 实际上并不是指外来征服着的帝国坟场 而是他们本本地的人前建立不起一个稳定的政权 如果真的要讲帝国坟场也是他们本地人的帝国坟场 是吧 其实这个传统一直遗留到现在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阿富汗不管是赶走了美国人 还是赶走了苏联人 是吧 呃 然后他们就会自己打得一不亦乐乎 对吧 然后就是出现一个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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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世英雄 启示方的那种状态 其实这个事情以前一直就有 所以我们经常讲啊 呃呃呃呃呃 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呃呃 中国好像是经常被呃呃 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的呃 阿富汗是呃呃是是是是是抵抗很厉害的 是不会被征服的 其实这个话我觉得恰恰是相反 阿富汗被外来的蛮族征服 其实要比中国更为平凡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 中国虽然多次被北方蛮族征服 但是征服了以后 总是会同化征服者 中华文明并没有被灭掉 比如先后进来的 不管是显卑人 契丹人 女真人 大概蒙古人是唯一的例外 汉化程度比较低 包括后来的蛮族人 后来都汉化了 他们的语言都消失了 但是汉族的语言 包括所谓的儒家文化 都还一直存在 但阿富汗就恰恰相反 大家知道亚利安人来了 达罗比图语就没有了 那么波斯帝国来了 那么原来的古印度语就没有了 那么佛教来了 原来的波斯人带来的拜火教就没有了 后来伊斯兰文明再打进来 那佛教又没有了 所以如果说阿富汗有什么特点 并不是什么帝国的坟场 而是征服者进来了以后 不但能够站得住 而且还可以把原来的本土文化给消灭掉 这一点在中国都是做不到的 中国不断理由外来征服 但是外来征服 以后逐渐逐渐 他们是被中国文化给融合进去了 但是阿富汗没有这种现象的 所以我要讲 阿富汗这个地方从历史上来讲 它的确是内部结构比较复杂 整合成一个民族国家 近代的民族国家 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非常漫长 可以说一直到现在 他们都没有完成民族国家建构 这个近代 甚至在很多国家都是在近代以前 中世纪末期形成的这样一个 形成的这样一个任务 但是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完成 可是如果要讲外族征服的话 那是他们的老传统 所以我要讲 如果说阿富汗有什么特点的话 这个特点主要是国家整合的困难 这个特点如果用一句话来讲 就是不利于乡外 很多人说他是对抗外国 对抗外部征服 甚至说他们原来兄弟 堂兄弟本来矛盾很多 但是外国人一来 他们就团结起来了 这个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实际上他们这个地方的原来的历史传统 是非常不利于乡外的 但是是非常不利于乡外的 但是更不利于安内 就是说真正困难的是他们自己这个国家的整合 在历史上 外来的征服者不但帝国相当稳定 文化也大概率的取代了被征服者的土著文化 取代了达罗比图语 波斯语又取代了古印度语 佛教取代了显教 伊斯兰教取代了佛教 形成了一代代土著文化的坟场 如果要说的话 其实阿富汗如果是坟场的话 就是一代一代的土著文化都被埋葬了 然后有外来的人带来了新的文化 这才是阿富汗文明积累困难 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到了近代 这个阿富汗的历史又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虽然他抵抗传统的蛮族征服 好像没有什么本事 历史上的蛮族征服经常是成功的 不成功的很少 但是接受近代文明就比较难 近代文明往往在那里就传播就受到阻碍 而且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从古代的蛮族 古代的蛮族虽然游牧民族比较能打仗 但是老实说至少就那个武器而言 大家都是冷兵器 你这个土著人也是刀枪弓箭 那个蛮族也是刀枪弓箭 这里头的武力的差异不是不是直的 而只是量的 但是到了近代和现代 那么这个双方武力的差距当然就越来越大了 不是同一个代际内部的强弱之别 而是不同的 就是现代和古代 现代和传统的区别 比如说英国人打进阿富汗的时候 他们跟阿富汗土著的这个武力的区别 就已经是就已经是隔了整整一代了 当时的阿富汗人刚刚使用热兵器 就是刚刚使用那个火枪 还是所谓的冷热兵器交替的 这个过渡时期 他们的部队的组织还是传统的部落 部落军队 但是那个部落武装 但是当时的英国已经是非常规范的 那个近代军队了 那么到了以后 我们知道那个苏联打进阿富汗的时候 那当然苏军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的 是超级大国之一了 那么后来到了2001年美国出兵阿富汗 那美军就更不用说了 美军已经是数字化的军队 那又是经历了好几次的那个军事革命 应该说美军的力量又比苏军更为强大 苏军又比印度 又比英国更为强大 英国当然不用说 也比什么蒙古人啊 突厥人啊 亚利安人啊 波斯人啊 也要强大 但是你就会发现 到了这个武力的差异越来越大的时代 阿富汗反而有了所谓的帝国坟场的说法 外国人反而觉得统治阿富汗越来越困难 外部的势力反而觉得 越来越困难 这是什么道理呢 所以其实照我看来啊 这个道理并不是说他们征服阿富汗这个地方 打垮阿富汗原来的那个抵抗 要比原来更难 不是的 正好相反 不管是英国和后来的美国苏联 打进阿富汗 把原来阿富汗的那个 原来阿富汗的那个政治势力给飞翻 其实都是很容易的 但是他们追求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是吧 那个古代的征服者 他打到阿富汗以后往往就根本就是直接征服 弱肉强食 是吧 就是我自己来统治 根本不给你当地的人有什么机会 有的就是甚至是种族清洗 甚至是文化灭绝 是吧 比如说就把佛教文化给灭绝了 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塔利班也是一样的 是吧 塔利班炸掉巴米扬大佛 实际上是和当年的那个穆斯林征服 消灭佛教是 是同样的 是吧 那么他们当时没有说是要 要让本地人如何如何 是吧 他们的手段要 是非常野蛮的 就是弱肉强食 就是我到了你这里 占了你这个地方 统治你这里的人民 是吧 然后搞不好还把你种族清洗了 把你的文化也给 也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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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绝了 但是这么野蛮的人往往都是很成功的 为什么很成功呢 因为本地人 那个军阀格局部落离散 是吧 没有什么那个那个那个 真正能够防止这些东西的 那个那个力量 但是到了 但是到了近代的情况就有所变化了 是吧 因为近代的征服 我们往往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帝国主义 这个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以及所谓的殖民 殖民主义反殖民理论的起源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有有时间我可以单独谈谈这个问题 但是我这里要讲的就是我们讲的近代的所谓的 近代列强或者说是帝国主义 其实恰恰如果要在文明档次的话和所谓的帝国已经是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是吧 古代的帝国那种具地一民的这种这种征服方式其实到了近代就已经过时了 那么近代的统治者近代列强他们主要是想干什么呢 是吧 关于这一点呢 我觉得马克思已经讲得很清楚 是吧 马克思说到了商品经济 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资本主义这个时代 是吧 马克思其实很少用资本主义这个词 他主要是用市民社会商品经济 是吧 用这两个概念 那么他说在这个近代的这个社会啊 他说列强的扩展和古代就不一样了 古代就是开疆 开疆拓储 是吧 就是那个成吉思汉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征服土地 直接奴役当地的人民让你纳粮纳税 就是就是这样 是吧 他说但是资本主义时代 实际上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传球化了 就是他们追求的是一个世界市场 那么他们通过他们对外的征服 是要保证资本循环 这是马克思自己说的话 是吧 那么资本循环就需要 就是本国的资本主义发展 需要有所谓的三个东西 一个就是商品市场 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卖 是吧 一个是原料产地 比如说英国的纺织业 他需要外面的棉花 还有一个越到后来越重要的 就是投资场所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西方列强 近代的资本主义列强 或者说就是西方列强吧 他们主要并不是要开疆挫处 而是要取得 而是要通过对外的干涉 对外的干预 能够得到所谓的商品市场 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 那么到了 尤其是到了19世纪后期 如果按照当时西法庭 卢生堡 列宁 考次机 这些人总结的那个理论 说资本主义又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叫做帝国主义 请注意 现在我们很少有人在提列宁 西法庭和卢生堡 他们那套理论好像已经被抛弃了 可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种概念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不仅没有消除 反而是越来越具有统治地位 所以现在帝国主义什么这些概念 是人们张口就来的 那么帝国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果按照我刚才讲的那几个人的论点 就是说那个资本主义发展到 所谓的垄断这个阶段以后啊 由于资本越来越金融化 是吧 所谓的金融化就是 它越来越在各个产业之间的快速流动 主要是 那个以银行啊 以那个投资活动 越来越 就是超过了生产活动 是吧 那么这个投资也就打破了一切界限 是吧 就是就是 呃 在一切领域一切地方啊 进行投资 而且在呃 金融化垄断化以后 呃 这个所有的西方列强都出现了资本过剩 是吧 呃 这个大量的资本在本国是没有出路的 呃 需要对外投资的 是吧 所以呃 就产生了帝国主义 那么帝国主义在我刚才讲的这三个呃 近代扩张的目标啊 就是商品市场 原料产地和那个投资场所中 他又特别重视投资场所 是吧 对于中国而言也是这样的 是吧 大家知道近代英国跟我们签订的南京条约啊 是没有讲投资的 只讲通商 是吧 就是中国要打打开门户啊 呃 要要跟呃 外国通商 那么但是到了马关条约就不一样了 马关条约要比南京条约 那个是在中国历史上 对中国的影响老实说要比南京条约要 在我看来要大得多 是吧 因为马关条约的规定就是投资 要自由 而不是只是通商自由了 是吧 从此以后 中国就有了大量的外资企业 也带动了本国的 那个那个那个 呃 所谓的民族资本 是吧 使得中国经济真的发生变化 呃 这里我要讲南京条约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变化 但是马关条约可是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的 这个变化 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讲的所谓的 呃 所谓的帝国主义 是吧 那么 呃 英国人追求的就是这个 所以英国人的征服和 呃 和那个以前的蒙古人突厥人是不太一样的 是吧 那么他们的征服不是想推翻什么王朝 就是想 呃 跟你做生意 呃 呃 从你那里得到原料 是吧 而且最后 呃 最好的时候还是他们可以在那里投资 呃 那个那个办企业赚钱 是吧 只要你打开国门 他并不见得就一定要推翻你这个王朝 所以大家知道呃 英国跟中国的近代打家道 从鸦片战争一直打到那个那个那个辛亥革命 是吧呃 英国人从来没想到要推翻大清朝的 那么就是在印度也是一样 是吧 大家知道呃 那个东印度公司很早就开始在呃 远海活动 呃 而且 而且从那个普拉西战域以后 是吧 就控制了加尔格达这样的地方啊 在那个呃 东印度公司在呃 印度的远海设立了很多呃 就有了很多殖民地呃 而且在加尔格达设立了那个英属呃 设立了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中心 但是那个时候印度的内地仍然是摩沃尔帝国 是吧 英国并没有打算消灭这个帝国 英国只是说你摩沃尔帝国必须允许我们 呃 英国人来做生意 必须允许我们英国人来呃 采购棉花呃 呃 呃那个那个采购茶叶什么什么等等 是吧 那么一直到了1857到1858年 印度发生大乱 是吧 就是类似于中国菜平天国那样的 呃 我们以前把它叫做印度民族大起义 是吧 那么这场大乱实际上本来是反对 摩沃尔帝国本身的 但是那个呃 摩沃尔帝国当时已经被 已经对英国开放 那么 开放以后 他当然就也冲击到英国 而摩沃尔帝国又收拾不了 这个呃 这个大呃 这个天下大乱 对吧 那么最后 英国才把摩沃尔帝国给废除了 由他自己来搞定这一切 对吧 所以你要说他如果能够做生意啊 他不一定要推翻你这个王朝 那么对于阿富汗也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呃 英国对阿富汗的那个呃 那个征讨啊 先后持续了八十多年 经了经历了三次 那个呃 殷阿战争 那么结果最后英国人就退走了 退走 而且老实说付出的代价 呃 也还不小 是吧 于是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啊 英国人打败了啊 在那个帝国坟场啊 在那个大跟踪 可是其实啊 这是我们现在的说法 如果你要看看当时人的说法 乃至现在的一些研究者的说法 他们都认为英国对阿富汗的干预是成功的 啊 或者用呃 那个呃 那个我 我在文章里头提到的一个人的说法 是吧 呃 说这个英国人虽然没有持久的占据阿富汗 但是英国的利益在那里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 第一就是前进了一堆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叫做不平等条约 是吧 那么阿富汗的外交实际上是被英国控制了啊 当时英国呃出兵阿富汗一个很主要的理由 就是我们现在也经常讲的嘛 就是所谓的大博弈嘛 是吧 那么大博弈就是防止俄国进来 是吧 那么在英国和俄国之间应该有个缓冲地带 通过这次通过这几次的战争啊 实际上在这个缓冲地 英国人是比是比俄国人的影响 要占到更大的优势 也就是说当时的巴拉克宰王朝 总的来讲是亲英的 而不是亲鹅的 是吧 而且通过那个呃 甘仲马克条约呃 划定了杜兰县 这个杜兰县实际上是把英国真正把英属印度控制的地方其实已经推进了很远 就是后来到巴基斯坦的时候 都还有的那个叫西北边境省 是吧 西北边境省就是在那个那个这三次战争中得到的 你怎么能说他打败了呢 是吧 所以这个通过婴儿战争 实际上那个我们通常讲的阿富汗人就是普什图人 大部分的普什图人都已经住在了后来划归英国的那个土地上 是吧 这就是我我在文章中也讲到的 呃 其实对阿富汗影响最大的不是列强 就是巴基斯坦 为什么呢 因为呃 我们通通通通常讲的阿富汗人就是普什图人 而普什图人现在三分之二都是住在巴基斯坦的 是吧 住在阿富汗本国的只有三分之一 而且他们住在本国的这三分之一 又还不构成阿富汗的呃 多数人口 是吧 他们在阿富汗的人口中只有百分之四十 北阿富汗 百分之六十的人都不是阿富汗人啊 我这里讲的阿富汗人不是说阿富汗的国民 而是指古代称之为阿富汗的 那个族群 是吧 古代呃 那个阿富汗这个族群呢 是特指普什图人的 是吧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阿富汗这个国家嘛 呃 这里我要讲阿富汗这个国家产生的非常晚 但是阿富汗人很早就有了指的就是普什图人 是吧 那么如果阿富汗人就是普什图人 那么今天的阿富汗这个国家的国民 大部分都不是阿富汗人 大部分都居住在都居住在巴基斯坦 我这里讲影响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影响阿富汗的所谓的外部势力 我们现在如果要谈外部势力的话 说实在的影响阿富汗最大的外部势力 不是美国 不是苏联 而是巴基斯坦 如果说有什么来自外部的干涉 那就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干涉 那是包括塔利班啊这个事情他的跟他的那个起源就是从巴基斯坦起源的 是吧 但是我们以前一讲那个外部的干涉 就是讲到远在前面的那个列强 是吧 其实我觉得这是不符合常识的 因为大家知道呃 这个外部的干涉啊 从来都是呃 有一个规律就是所谓的远交进攻嘛 是吧 这个中国古代就是这样的 何况两个国家发生矛盾呃往往是相邻的两个国家要更多 是吧 所以这个呃 这个这个这个阿富汗发生的事情呢 他之所以比较复杂 也是因为他跟巴基斯坦是呃 是是是是搞在一起分不清楚的 是吧 那么巴基斯坦我们知道 我在文章中也写了呃 巴基斯坦不但有很多普什图人 这个普什图人是巴基斯坦的第二大民族 他的第一大民族是庞泽普人 可是如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 实际上阿富汗的普什图 而不是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 要比庞泽普人还要有活力 是吧 还要那个那个那个 还要有那个那个 我们姑且把它叫做能量吧 是吧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普什图人 是巴基斯坦的一个少数民族 普什图人在巴基斯坦 虽然是少数 就人人数而言虽然是少数 但是在政治军事 尤其是在对外的军事 这个方面 是吧 普什图人的那个那个能量 是超过庞德普人的 普什图人 而这些人就我就讲的是 认同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 他们也不认为他们是少数民族 是吧 他们就是 就是觉得 这个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地方 那么 我们北部的老家 那更是我们的地方 是吧 所以他们干预起 对 那个那个阿富汗来 那就是理直气壮的 那个 我这里曾经讲过 巴基斯坦建国以后的 14个总统中 有三个是普什图人 而且三个都是军政府的强人 那么巴基斯坦建国以后的 那个军事将领 是吧 军事统帅 原来他最高 最大的军事统帅 就是陆军参谋 陆军总司令 后来叫陆军参谋长 是吧 很多这些陆军总司令 陆军参谋长 后来军事一政变 就成总统了 是吧 那么这帮人中 普什图人就更多 有五个人 是吧 加上一个哈扎拉人 就是六个人 是吧 而这个巴基斯坦军队中 有一个 有一个部门特别神秘 这个部门就是 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 是吧 也有简写就是 ISI 大家不要把它和那个伊斯兰国混在一起 是吧 那个IS或者ISIS 就是伊斯兰国 可是如果我们讲到ISI的时候 指的就是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 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 它虽然是巴基斯坦军队的一个机构 但是有的时候它不但政府控制不了 连军队都本身都控制不了 所以有人说 这个三军情报局是一个国中之国 是吧 它经常就是自行歧视 而且它大的 这个三军情报局啊 里面的普什图人占的比重就更多 是吧 在那个尤其是在苏联 介入阿富汗以后 从1979年到1994年 这个塔利班上台 塔利班第一次在那个阿富汗出现 是吧 整个这二十年的期间 他大概有五任三军情报局的局长 其中有四任就是普什图人 所以这个三军情报局干预阿富汗 那是理直气壮的 他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什么干涉内政 这个就是普什图人 所以我这里要讲啊 这个如果你要讲外部的干预 你我觉得与其说最厉害的干预来自美国苏联 什么英国 不如说来自 当然我这里指的是1947年以后 其实就是来自阿富汗 就是来自巴基斯坦 当然你也不能说这是这是外部干涉 因为如果我们站在普什图人的立场上 我们就不会认为巴基斯坦的干涉是外部了 因为这个这个我们这个阿富汗人 大部分都居住在巴基斯坦 那么回到我刚才讲的 实际上如果你真的只是要追求 你不是像传统帝国那样 就是要开疆拓土 你只是要追求所谓近代列强 要追求的资本主义所需要的 资本循环所需要的 那个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的话 那么其实英国对阿富汗的经营也是成功的 他之所以没有在那里长期待下去 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 不值得花大力气在那里待下去 我曾经在文章中对比了英国对阿富汗和对南非的经营 当时英国在经营阿富汗的同时 也在南非打了那个英部战争 英部战争的战争规模要比英阿战争大 英国人付出的代价 英国死的人也要比英阿战争多 但是英国是非打下来不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南非有好望角 他是航道的咽喉 南非又有黄金 他在经济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因此英国人一定要拿下来 一定要拿下来 可是当时的阿富汗 他是一片穷山恶水 什么都没有 那么这个英国在那里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有要控制一片缓冲区 害怕那个俄国人插手印度 给英属印度提供一个屏障 这个目的他们是完全达到了的 至于你说他们要追求的 那个商品商品市场 投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 当时这三个东西 他们主要是在印度达到的 印度是他们的销售市场 是他们的原料产地 当然也是他们的投资场所 但是阿富汗那个穷山恶水的地方 没有人当时想到那里去投资的 所以英国人认为花不着去付出很大的代价 既然我已经把你打扶了 那我就可以走了嘛 其实啊这里我要讲 如果我们用这个意义上来定义 所谓的帝国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列强的话 其实现在他们已经 尤其是对外用兵 已经跟这三个东西没什么关系了 为什么呢 因为道理很简单 现在的经济市场化越来越发达 以前要通商 你就要用大炮轰开虎门 现在各国都开始发展对外贸易 所以你现在如果你要还是要追求这三个东西 有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动兵 当然更不用说要打败仗了 那么最近那个胡锡进 他曾经他发了一个东西 他说你那个美国苏联在那里搞多 一个要搞社会主义一个要搞民主 结果都失败了 他说我们中国人就是闷声发大财 那个那个在那里投资 在那里做生意 我们不管你们本地在那里怎么搞 我们都不在乎 他说结果我们现在跟所有的人都能做朋友 说你看中国的外交多厉害 其实他这个说法 说的是中国外交嘛 当年的大英帝国外交 他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他也不管你是大清朝 也不管你是摩沃尔皇帝 当然也不管你那个阿富汗是什么巴拉克仔王朝 谁跟他做生意 谁允许他投资 他就承认谁 只不过他那个时候没有在阿富汗投资 是因为阿富汗那个时候条件太差 基础设施什么都没有 有穷山恶水到处都是山 他对在那里投资不感兴趣 真的要讲 只要你能够给我这几个 我不管你其他 那英国才是真正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英国控制英属印度 从来都不是靠什么民主派的 那么英国控制 印度从来都是靠当地的那个土王 土公 包括那个基层的一些传统的那些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乡绅吧 在印度叫财明达尔 他们就是靠土帮土王财明达尔 当然甚至在1857年以前也要靠摩沃尔帝国 因为当时摩沃尔帝国统治还是有一点效果的 而且摩沃尔帝国也已经屈服了 愿意英国人进来经商啊什么什么等等 后来是印度民族大起义以后 就是印度天下大乱 那个摩沃尔帝国收拾不了 他们才把那个皇帝给搞下来的 那么如果你能够收拾得了 用今天的话讲 如果你能够给我们创造一个营商环境 那么你专制也好 民主也好 我们根本不管你 英国人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中国现在也不过就是像英国人这个样而已 这怎么叫做什么 我们中国外交特别厉害呢 根本就不是的 而且老实说 我们整天讲帝国主义帝国主义 我们现在搞的这个就和当年英国搞的是一样的 反而美国现在搞的和英国当年搞的就很不一样了 那么我刚才讲了 在阿富汗这个地方 如果你像传统蛮族征服一样 就是要开疆拓土 那你是完全做得到的 那么如果你像英国那样 你只是虚图经济上的利益 看中了他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 那么英国人 当然那个时候的阿富汗还不开放了 还是传统的了 所以你还是要类似于像鸦片战争量 要用那个武力来敲开他的国门 那么后来他实际上也敲开了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个也是成功了的 但是到了美国开始介入 美国和苏联开始介入阿富汗的时候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实际上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 当时影响阿富汗 其实都有了一个价值观的目的 或者说叫做理想主义的目的 我们可以这样讲 传统帝国在阿富汗开疆挫土可以成功 英国是个帝国主义 追求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 也可以成功 美国以如此强大的国力 而且他在反所谓的反恐战争 就是进入阿富汗 大家我们知道美国推翻塔利班 是在反恐战争的这个名义下进行的 美国进行反恐战争 应该说在近现在国际战争中是非常罕见的一场无意义的军事行动 不是没有意义 不是 我讲的意义是指那个反对的意见 就是那个意义人士的那个意义 大家回想一下 现在我们都在那里骂美国 很多人都在那里骂 包括美国人自己也在那里反省 但是你想你想2001年美国出兵阿富汗的时候 有谁反对呢 是吧 大概只有塔利班反对的 是吧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西方列强 西方盟国都大力支持美国 是吧 那个驻阿富汗的那个多国部队 那个那个联军 曾经一度有过26个国家的军队 那么不派军队 但是表示参加这个联盟的最多的时候达到56个国家 是吧 那么因为911这个事情的确是震惊了世界嘛 而且这种专门针对平民的 是吧 那种远距离超越疆界的 超限战事的这种袭击 当时全世界都有点冒冷汗 是吧 所以当时对美国在阿富汗动用武 动武当时是全球几乎都是支持的 是吧 是很多国家都跟美国一样的出了兵 是吧 当时的普京也对美国是基于配合的 在普京的那个那个 默许下 当时中亚的那几个国家 主要就是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都向美国提供了机场 是吧 那个乌兹别克的汉纳巴机场 汉纳巴德机场 浩瀚机场和那个吉尔吉斯的马纳斯机场 都当时都是美国的军事基地 那么阿富汗西边的邻国伊朗 伊朗是个反美的国家 原来跟美国的关系非常紧张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他也是支持美国的 因为伊朗是什叶派 什叶派伊朗人在阿富汗是个少数民族 就是哈萨拉人 第一次塔利班执政的五年 屠杀哈萨拉人是很厉害的 所以根据屠杀什叶派 而且在他们进攻马达里沙里夫 就是哈萨拉人很多的一个城市的时候 不仅杀了很多哈萨拉人什叶派 甚至杀了好多伊朗在当地的领事馆的官员 就杀了一批伊朗的外交官 当时伊朗都差点要大规模跟他干了 那么这个时候 美国进军 美国推翻塔利班 这个伊朗当然他跟美国一直是对立也不建交 所以他也不会有什么实质上的帮忙 但是至少他是 他是不反对的 甚至是我们可以说是乐观其成的 那么当时的苏联 我们知道当时苏联已经解体了 那么与苏联留下来的那些国家 主要就是中亚的那几个和巴基斯坦周边的国家 但交界的那几个国家 就是乌兹别克 土库曼和塔吉克 土库曼 基本上土库曼人在阿富汗很少 主要是塔吉克和乌兹别克 可能大家都知道塔吉克人是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 而且塔吉克人在塔吉克本国只有六百多万 但是在阿富汗却有一千三百多万 在阿富汗的塔吉克人远远多于塔吉克本国 这就像阿富汗人 我这里讲的是作为一个民族的普什图人 普什图人在巴基斯坦的人数 要远远超过在阿富汗的人数 而塔吉克人在塔吉克的人 在阿富汗的人数又远远超过在塔吉克这个国家的人数 那么因此塔吉克人在阿富汗是抵抗 因为塔利班不仅独裁嘛 塔利班还是歧视 还是那个阿富汗这个国家 从来就有塔吉克人和普什图人的矛盾 抵抗塔利班最有名的民族英雄 他的儿子到现在还在抵抗塔利班的 就是马苏德 马苏德的军队 他就是塔吉克人的军队 那么当时阿富汗北部的北方联盟 是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为主联合起来的 那么这些民族也得到他们北方的这些国家的支持 就是前苏联的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其实也是支持他们抵抗塔利班的 那么美国帮北方联盟 当然是郑重他们的下怀了 所以他们连机场都提供给美国 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当时的中国 其实也是希望美国能够搞定阿富汗的 因为当时中国 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个时候新疆出了很大的问题 那么新疆出的问题 很多人就担心是西边的穆斯林国家进来的 那么当时 当然中国对阿富汗这个地方的 我们讲的所谓的恐怖主义也好 这个极端宗教势力也好 都是觉得那是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美国来收拾这个地方 当时中国也是乐见其成的 当时塔利班的后台就是巴基斯坦 这里我要讲第一次塔利班突如其来的就夺取了江山 就是1994年 之前人们根本就不知道有塔利班这么一回事 然后他一起兵就所向披靡 一下子把原来的那几派胜战者都给打败了 是吧 他怎么会那么厉害呢 现在我们有些人干脆就说 哎呀 他是学习了毛主席度做农村包围城市 那么依靠贫下中农 是吧 就就就就就就心心之火可以聊天 其实完全扯淡 是吧 那个时候塔利班在之前 已经是在巴基斯坦由三军情报局 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ISI 已经训练了很长时间 而且积累了很大的实力 是吧 而且这个整个塔利班进入阿富汗以后 是有几万阿富汗的军人 那个穿着塔利班的那个服装 穿战的 基本上塔利班的后台就是巴基斯坦 而且塔利班在那里建国 第一次建国五年 全世界没有什么国家承认他 因为他做那个做法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 是吧 那个时候承认他的国家 他建国五年承认他的就只有巴基斯坦 沙特和阿联酋 这三个国家 其中实质上的给他提供帮助的就是巴基斯坦 可是美国 这里我要讲了 我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也讲了 其实 美巴关系的渊源流长 远远超过中巴关系 巴基斯坦是美国的巴铁 其次才是中国的巴铁 那么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影响很大的 当然尤其是因为巴基斯坦 和印度对立 印度和苏联又很好 所以在那个冷战时代 巴美之间那真的是铁哥们 是吧 当时中国也是加入了反对苏联的这个阵营 所以冷战时期啊 中美巴对苏印阿 这是内亚地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格局 是吧 那个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 那么阿富汗就成了一个苏联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是吧 那么苏联 阿富汗和印度 用我们中国战国社会的话讲叫做合纵 合纵 而这个中国巴基斯坦和美国 那就是连横 是吧 当时就是中巴美对付苏印这样的一个格局 那么这之前 巴基斯坦从建国开始就加入了美国组织的各种各样的盟国 倒是印度从来就没有加入过这种盟国 是吧 像50年代为了对付中国和苏联 美国曾经搞过两个号称叫亚洲北约 一个叫马尼拉条约组 不是 一个叫东南亚条约组织 它设在马尼拉 又叫做马尼拉条约 还有一个叫做中央条约组织 它主要是西亚的那些国家 伊朗啊 土耳其啊 当然 这两个亚洲北约都是针对苏联的 都是针对共产党的 当然也包括针对中国的 是吧 这两个组织巴基斯坦都是盟国 而印度是和苏联 而不是 印度是和中国苏联 当时都是反对这两个联盟的 是吧 所以巴基斯坦 当时跟美国的关系是很密切 那么巴基斯坦是非常之 原来是塔利班的后台 但是在美国表 对塔利班翻脸以后 巴基斯坦虽然很不情愿 但是他还是不得不跟着美国 也翻脸了 是吧 所以他就跟塔利班断交了 而且也是 后来美国在阿富汗对付塔利班 主要是 因为美国跟阿富汗是没有边界的嘛 阿富汗也没有 也没有海岸 是吧 所以基本上美国北约军队的补给 都是通过巴基斯坦 这里我要讲 今天阿富汗的这个局面 这一点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现在的 我们越来越看得清楚 整整这二十年来 从塔利班开始出现 一直到他现在夺权 其实背后都是有巴基斯坦的支持的 是吧 美国又跟他来结盟反恐 实际上是我认为是上了个大仗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在2001年的那个时候 巴基斯坦也是支持美国的 原来跟塔利班 不管有多深的关系 美国一翻脸 他就跟塔利班也断交 这里我要讲 塔利班对于巴基斯坦而言 当然也是一个双刃剑了 一方面他在巴基斯坦的国内 本身也是乱党 就是所谓的极端势力 在哪一个国家都是令人头疼的 但是另一方面 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 也希望利用塔利班来介入阿富汗 这个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 就像那个《水火传》里头 后事实回里头讲的 朝廷招安宋江 然后让宋江去争了 是一样的 是吧 我们这里的那个乱党 是吧 让他不要在我们这里捣乱 让他就 让他去跑去为我们 打那个外部的敌人 是吧 那么这个 当时巴基斯坦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在2001年的时候 当时好像是 你看美国军事那么强大 可以说比苏军都强大 是吧 塔利班又那么孤立 而且老实说 当时全世界几乎都站在美国一边 包括中国 包括伊朗 这些原来 中国伊朗俄国 这些跟美国实际上关系不太好的国家 当时至少也不反对 这里我要讲 我曾经注意过 从2001年美国出兵 一直到2006年2007年的时候 中国的官媒提到美国在阿富汗的活动 从来都是讲 他在搞反恐战争 从来没有所谓的美国侵略阿富汗这种说法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 你说他的军力又很强大 是吧 在国际上又是好像得到多助 是吧 那么 而且我们要讲 那个以前 美国出兵的时候 经常那个 他对方的那个国家背后是有大国的 比如说美国在越南打败了 那么我们通常讲 他不是败给越南 更不是败给越共 而是败给越南背后的中国 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是吧 那是冷战的局部战场嘛 那么苏联在阿富汗 被打败了 其实也不是败给阿富汗人 而是败给当时的圣战者背后的 包括中国 美国 沙特阿拉伯 是吧 巴基斯坦 这些穆斯林世界 当时穆斯林世界和中国 美国联合起来 抵制苏联 而美国 他对付塔利班 塔利班背后并没有大国势力支持 现在我们知道 的确也是 塔利班 当时不管是俄罗斯 还是中国 都不会去支持塔利班的 唯一支持塔利班的就是 巴基斯坦 但是巴基斯坦当时也只能暗中支持 因为美国是 作为盟主嘛 巴基斯坦明面上 他还是要参加 那个反恐战争的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当时真的是 那是谁都没有想到 美国会 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搞得今天这么狼狈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其实啊 我觉得 恰恰就在于 如今的美国 他既不是传统帝国 也不是19世纪 所谓的帝国主义国家 在其他地方 我们姑且不讲 至少在阿富汗 没有人认为 美国是要在这里 开疆拓土的 甚至也没有办法说 美国是冲着阿富汗的商品市场 原料产地 投资场所来的 正如胡锡 胡锡进先生所讲 追求这些东西 其实如今 中国比美国要拿手的多 是吧 共和政府时期 阿富汗的项目招标 中资不仅投标最多 中标也最多 这倒不是因为 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 多么侵华 而是因为很多项目 根本就没有美国 而是因为 很多公司 根本就没有美国公司来投标 那么美国在阿富汗 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是吧 他又不开疆拓土 像蒙古人 突厥人那样 他又不追求那个 我刚才讲的那个 所谓的马克思定义的 那些帝国主义的利益 就是那个商品市场 原料产地 投资场所之类的 是吧 这些东西现在都是中国在做 是吧 中国现在的行为 跟当年的英国 没有什么区别 是吧 但是美国的行为 跟当年的英国区别 是很大的 那么美国在阿富汗图什么呢 最早 当然是说他们 是要反恐 要报911的仇 要消灭拉登 但是报仇以后 你怎么善后呢 既然你不想在这里开疆拓土 那你就早晚是要撤军的 但是撤了以后 阿富汗交给谁呢 不可能交给被自己推翻的仇敌 塔利班 但是难道能够交给哪个军阀 哪个部族 哪个教派吗 在美国看来 正是因为军阀部族和教派作祟 阿富汗才会滋长出塔利班这种怪兽 显然 无论按照美国的价值观 还是厉害的考量 都只能交给一个民主的阿富汗 所以美国在阿富汗的任务 就变成了建设民主 那么现在有人说 建设民主的目的 还是为了在这里扶植一个亲美政府 满足美国的世俗利益 这个说法其实也不算错 因为美国人既不是圣人 也不是学雷锋 美国人从他的选民到他选出的政府 当然都会有利益方面 包括国际地缘政治利益方面的考虑的 不过这里我要讲啊 假如你不想开疆唾土 不想把他变成美国的一个州 不想像那个蒙古人 初决人那样 占有阿富汗 但是你又想 让阿富汗的政权亲美 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扶植一个亲美的独裁者 以威胁利诱 让他作为傀儡 替美国管好阿富汗 历史上成功的征服者 如果你不想直接并春这个地方的话 都是这么做的 不仅像那个突厥啊 蒙古啊 他就是要直接奴役当地的老百姓 让他们纳粮当差 是吧 如果你要这样 你要扶植当时的一个 你的管家了 是吧 那么这个管家来讲 一般来讲不可能是民主的 对吧 因为他本身就是帮助你掠夺的 是吧 怎么可能是站在当 当地老百姓的立场上的呢 是吧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一个 你要扶植一个 傀儡 这个傀儡肯定也是独裁者 是吧 因为你可以讨好独裁者 你为了剥削本地人 你可以讨好独裁者 但是如果你要剥削本地人 你就不能讨好本地人 是吧 民主就是要讨好本地人的 大家知道 这个逻辑关系是很清楚的 是吧 如果你要奴役本地人 你可以扶植一个统治者 给他一个好处 让他来统 让他来帮你奴役本地人 可是 可是如果你是要建立一个民主政府 这个民主政 你既然是要民主 那你就是要讨好选民的 或者不是讨好美国选民 而是讨好阿富汗选民的 那你既然是讨好阿富汗选民的 你就啊 你就很难去奴役他 是吧 那么 所以啊 这个像 不管是传统的帝国 还是像英国那样的 十九世纪的列强 他们都会 他们都对被征服地区 搞民主 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那么他们 不管你是要 开疆措处 还是要追求商品市场 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 都是这样 我前面已经讲了 英国当年就不是通过民主派 而是通过传统的大小王公 才明达尔 甚至包括摩沃尔帝国 来控制 而且他们那个控制很成功 说 英国控制印度两百多年 你能说他不成功吗 胡锡进先生说 中国才不管你民主不民主 只要你满足我的经济利益 我谁都支持 知道中国外交就厉害了吧 其实这算什么 当年的大英帝国 这一套早就玩了几百年了 美国其实也不是没有这么做过 尤其是冷战时代 美国人他也有他的利益 而且他在他的那个利益和价值观方面 也是做权衡的 这个权衡就是所谓两害相权取其亲 在冷战时代 面对苏联这么一个极权 超级大国 而且整天讲着要搞世界革命 是吧 要要要 要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就是用赫鲁晓夫的话讲 我们将埋葬你们 是吧 那么美国人当然懂得两害相权取其亲 只要能够抗输 哪怕是独裁者 也不妨捏着鼻子去支持他们 所以那个时候冷战时期 美国支持过很多独裁者 扶植过很多独裁者 包括评诺切策 索摩查 胡婷燕 李承晚 甚至 美国在阿富汗支持的圣战者 当然也不是什么民主派 我们甚至可以说 当时中美关系很好 也是基于这个道理 尼克松 里根 当时支持中国 毛泽东 抵抗苏联 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 所以 我这里要讲 你不管是要搞开枪错处 还是要像英国那样 获得经济利益 你都没有必要在那里搞什么 在阿富汗搞什么民主 而且 假如你不搞民主 我觉得 美国在阿富汗 不管你是传统帝国 还是 那个十九世纪的英国的那种追求 其实都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美国毕竟又是一个具有 价值观外交 或者说叫做理想主义外交传统的国家 美国的外交并不是不搞霸权 不搞自己的那个世俗的利益 包括经济利益 当然尤其是川普在这一点上就更明显了 川普讲的美国至上 实际上就是要照顾美国的利益的 那么以前他们当然也是有这个 也是有这个要求 但是他们毕竟还是有很强的价值观 那么价值观和现实利益 这就成了美国外交的一个维度 那么美国的外交有的时候他比较积极进取 经常想要干预外面的事 有的时候他比较门罗主义 就是比较内敛 就是外面的事我不管了 在美国外交上叫做孤立主义 这个传统 我们可以把外向进取和孤立主义 当做另外一个维度 那么你不管是进取还是孤立 都有一个 你到底是基于理想主义 还是基于世俗利益 这又是另外一个维度 是吧 从这两个维度 我们可以构成四个向线 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外交的四个考虑的 四种考虑的模式 那个2002年有一部美国讲美国外交史的著作 叫做Providence 是吧 Svential Providence 这本书啊 他用了四个概念 一个叫做汉密尔顿主义 就是那个汉密尔顿 他比较喜欢为了利益去干预外面的事 是吧 为了上 因为汉密尔顿是个重视商业利益的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杰弗逊主义 那么杰弗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喜欢搞民主什么什么 他认为那个 那个对外扩张会导致国内的强权作大 所以他是反对进去的 他是主张孤立的 但是他那个孤立不是基于利益 而是基于他的价值理想 是吧 就是他不希望美国在对外扩张中成 呃 出现那种大军头 呃 所以他说那个美国呃呃 就是应该是个平民国家 平民国家 你就不要去那个那个那个有强大的军队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为价值观而内敛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杰克逊主义 杰克逊主义被杰克逊被认为是个民粹派 那么他是不讲多少那种什么民主啊 自由这些这些价值理想上的东西 他是赞成有一个那个强大的军队 但是这个强大的军队一般来讲是不要用的 所以他也是外交政策也是比较内敛的 我可以把它叫做为利益而孤立 那么还有一战时期的威尔逊主义 这个是最典型了 威尔逊整天讲的就是反殖民 要鼓励全世界的那个弱小民族都独立 是吧 以功力战胜强权 包括支持中国对付日本 也是所谓的威尔逊主义了 这叫做为价值观而进取 这四个倾向随着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改变 在美国外交中的权重也是不断的变化的 面对苏联的强大威胁的时候 那个时候美国的外交主要是一种杰克逊主义的外交 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支持皮诺切特 支持索摩查 支持毛泽东 包括支持阿富汗的圣战者 这里我要讲 那个时候还没有塔利班这个组织 但是构成这个组织的很多头面人物 包括奥马尔这些人 当时也是圣战者 也是曾经得到过美国的支持的 是吧 这都是基于 都是基于为利益而进取的考虑 但是美国毕竟有价值外交的传统 苏联的威胁消失以后 就美国认为 就不存在着两害相权取其亲的问题了 美国就开始放弃了 他原来支持的这些独裁者 是吧 大家知道 皮诺切特 索摩查 是吧 这些后来都被 都倒台了 在冷战以后 美国就不支持他们了 是吧 到了后冷战时代 美国和中国也渐行渐远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美国的外交 那个时候就不需要考虑 那个那个 中国对抗苏联有利于他 是吧 这个他就不太考虑这个了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美国的外交主流 就转向了威尔逊主义 倾向为理想主义而进取 喜欢在国际上扮演民主灯塔的角色 而在阿富汗推动民主 不仅和他的冷战胜利有关 更与美国在阿富汗轻易能够推翻塔利班 也很有关系 但是美国其实啊 他们对于在穆斯林神权传统浓厚的地方 推进民主制度的难度 并不是没有考虑的 这里有一件事啊 我觉得是一些在使馆工作的 我们原来在中国驻美使馆工作的一个朋友 说他跟一个美国外交官聊天的时候 那个美国外交官跟他讲的一些私房话 是吧 那么这个美国外交官说啊 美国要推翻萨达姆 其实不是为了石油 这个话当然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后来证明 战后伊拉克石油开发的份额 中国和欧洲都是高于美国的 这个伊拉克的石油 伊拉克石油利益 现在中国和欧洲在伊拉克比美国要 份额要更高 美国在伊拉克推翻萨达姆 是为了在阿拉伯世界开创一个民主榜样 那么为什么先对萨达姆下手呢 为什么这个在阿拉伯世界搞这么一个样板 要从伊拉克开始呢 据他说 伊拉克有四个有利条件 叫做四合一的独特的条件 第一 萨达姆由于两一战争和吞并科威特 在全国包括在穆斯林世界中都非常孤立 推翻他 国际上没有人会帮他 是吧 第二 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 占人口的绝对多数 他们都和萨达姆有仇 即使在人口少数的逊尼派 甚至是萨达姆的执政党 扶行社会党中 萨达姆因为血腥残忍的党内斗争 族内斗争乃至家内斗争 也是杀人如麻 树敌很多 大家知道连他的两个女婿 他的妻弟都被他杀了 他的长妻和两个女儿被他软禁 因此萨达姆被认为是一个孤家寡人 即使在伊拉克国内也是非常孤立的 推翻他会得到普遍的支持 第四 那个外交官说 美国虽然基本不需要伊拉克的石油 但是伊拉克的石油付长仍然很重要 重要在哪里呢 它可以使转型以后的伊拉克变成一个富裕的民主国家 而且石油财富的收益和分配 在民主体制下会比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更公平 从而更能够增加 增加这个阿拉伯民主灯塔的亮度 那么第四 他说伊拉克还有一个独到的地方 就是它是中东地区水资源最丰富的地方 在遍地沙漠的阿拉伯地区 这甚至比石油都更重要 中东乃至整个西亚北非地区最大的两河 就是又发拉底河和底格利斯河 它的流域绝大部分都在伊拉克境内 这个地方是阿拉伯 那么只要有水 就有发展农业的条件 照这位外交官的分析 即使转轨过程出现经济问题 工业搞不成 石油被封锁 伊拉克只靠农业也可以保证它的经济 至极有余 不会像某些转轨失败国家那样 依靠美国输血 成为美国的负担 美国要扶持民主 他也要考虑成本 要进行一些利益的计算 你扶持出一个民主国家 但这个民主国家 经济上不能自利 让你美国供养 那美国也不干的 那么他认为伊拉克就有这个条件 伊拉克发展农业的条件就很好 是吧 又有那么多的石油 我扶持出一个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还很富 是吧 那个那个在世界上就会有很强的感召力 我说实话 我听那位朋友讲的这个说法 以后就有点目瞪口哉 这个威尔逊主义的民主外交如意算盘 简直是打得不要太满了 那么后来的情况也是 的确是 美国和盟友不仅神速的打败了萨达姆 而且战后的第一时间 其实你看着好像他是伊拉克各方 几乎都是在一致的欢迎他 后来伊拉克人那种乱局 也是当时人们都想不到的 美国美军落地以后 最早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 最早叫做布雷默六人委员会 只有六个人代表六个六种政治势力 是吧 后来变成一个二十五人组成的伊拉克管理委员会 这里头包括了各部族教派党派的人士 是吧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最有意思的是 美国人领导下的这六个就用我们今天有些人的说法 是美国人的傀儡了 是吧 最早是六个傀儡 后来是二十五个傀儡 其中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是谁呢 叫做哈米德马吉德穆萨 这个人是伊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而且这个伊拉克共产党是个什么党呢 他是书中巨变以后一直不改名 否认自己已经变成社会民主党的 这么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政党 他为什么会支持美军呢 其实非常容易理解 因为萨达姆反共 非常残暴 是吧 他的伊拉克共产党的成员几乎被萨达姆杀光 这个穆萨总书记逃到库尔德人的地区幸存下来 所以我讲 所以我说啊 这个伊拉克共产党是最有资格讨论 是最有资格讨论 人权和主权哪个更重要这种话题的了 是吧 那么一直到2013年 他还这个他代表伊拉克共产党发表文章 是吧 讲到这个事 那么这里我就不讲了 我这里只是说 那么伊拉克有这种条件 而且他在为了在伊拉克搞这个事 是吧 早在推翻萨达姆之前就已经准备了很久 但是后来伊拉克的民主转型的难度 还是出乎人们的意料 多年以来伊拉克一直是冲突不断 而且我们知道伊拉克 美国算了 要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他从2007年到2001年 分步骤完成了有序的撤军 伊拉克的宪政政府也一直维持到今天 但是实际上伊拉克前几年就遭遇了一次 与今天的阿富汗差不多的严重的危机 我们知道美国撤军没有几年 2014年突然就崛起了一个 以前人们闻所未闻的势力 就是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崛起和今天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 其实是很相像的 而且同样显示出所谓的新生民主政府军事上的无能 短短几个月伊拉克包括第二大城市摩索尔在内的三分之一的国土都沦亡 而且伊斯兰国一直打到了巴格达机场附近 几乎导致新伊拉克的福王 但是当时的美国没有像今天的拜登那样杀手 而是重新恢复干预 在美国大规模空中力量和小股地下人地面人员的支持下 伊拉克的共和军经过三年的苦战才基本上光伏了国土 所以今天我们在阿富汗看到的情况 跟2014年伊拉克出现的这个状况 其实有点类似 包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突然间窜出一股穆斯林势力 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了 阿富汗能不能建立民主呢 这里我要讲 如果根据刚才的那个外交官的那个说法 在阿富汗建立民主的困难当然要打得多 他说伊拉克有四个条件 前面这两个好像也适合于阿富汗 因为塔利班当时在国际上也很孤立 和萨达姆一样 塔利班在国内也和萨达姆有点类似 很多事情过得很过分 也是很 也是很孤立的 但是另外一个条件 阿富汗和 伊拉克就恰恰相反 是吧 阿富汗既没有水 更没有油 是吧 是一个很穷的经济上 肯定是不能独立的 肯定是不能自立的国家 那么再加上阿富汗有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伊拉克在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解体以后 伊拉克就一直是世俗政府执政 是吧 原来是世俗的国王 后来是世俗的那个阿拉伯扶行社会 是吧 伊拉克长期以来一直就有 他没有民主的传统 但是他有世俗政治的传统 第二个就是伊拉克是一个 至少从那个阿拉伯劳人士 帮助阿拉伯地区建立民主国家以来 他的已经有比较牢固的基础 是吧 并不像那个阿富汗那样 阿富汗我前面已经讲了 他不是说他能够抵抗外敌 而是他整合民主国家特别困难 是吧 就像那个历史上的普什图人一样 是吧 历史上的普什图国家都是建立的很困难的 那么他一直是一个教派部落军阀都很强大的国家 所以在阿富汗建立民主 其实他比伊拉克搞民主试验要复杂的多 是吧 他要同时完成三个政治任务 第一就是从神 你首先是要从神权政治转变为世俗政治 第二你要从部落联盟整合成一个民主国家 第三你要从个人或者寡头的专制变成宪政民主 那么一般的国家搞民主 基本上他们原来都是不是神权政治 他们原来都已经有了民主国家 所谓的搞民主 其实就是从专制变成宪政民主 可是在阿富汗 他还有前面这两个事他也没完成 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你还可以说 我刚才已经讲了 他还不能自立 所以这场游戏从一开始 其实就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正在这个时候 美国的外交当然又发生了一次转折 大概从那个美国外交的威尔逊主义的阶段 大概从到了川普就告一段落了 从川普开始美国外交就变成了那个汉密尔顿主义和杰克逊主义为主的这个阶段 一方面比较强调利益 另外一方面也比较强调收缩 那么虽然川普已经下去了 现在上来的拜登 在这个政策上没有多少改变的 这里我要讲 尤其是在对阿富汗这个问题上 起作用的主要是当时的一个阿富汗籍的 阿富汗裔的美国外交官 叫做哈利勒扎德 这个哈利勒扎德是特朗普政府 以重的处理穆斯林外交的一个主要的人物 那么拜登上来以后换了很多 在外交界换了很多人 但这个人是没有换的 一直是由他来主持的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骂他 说这个人很糟糕 而且不负责任 他有一个最糟糕的 就是一直到五月底他还说 政府军会跟塔利班打个平手 长期僵持 最后阿富汗人会在长期战争和谈判解决中 选择一个 不可能是塔利班吹翻 打败政府军 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事实证明他这个是很扯的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其实早期啊 哈利勒扎德 也是对付塔利班的鹰派 其实我们也知道 早在911之前 美国最早 推翻塔利班的那个预案 就是由哈利勒扎德 所制定的 在2001年6月 也就是那个911事件前的三个月 是吧 他就已经提了这个建议 说美国为了 那个抵制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应该解决塔利班问题 那么他从那么原来那么 鹰派 后来变成那个仓皇撤退 这样的一种 转变 当然和这个整个的 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 整个这个国际背景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么最后我要来谈一下 我要来谈一下文化决定论的问题 那么当然阿富汗这个国家很落后 这是没有问题的 不管是文化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 都不影响我们说 阿富汗这个国家非常落后 阿富汗离民主的距离非常远 不仅比发达国家远 在阿拉伯国家中 他也比伊拉克更远 是吧 因为我看前面已经讲了 伊拉克至少解决了一个 民族国家的问题 解决了一个世俗政治的问题 伊拉克的世俗政治民族国家 都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 但是阿富汗就不是这个样子 是吧 但是这个落后你可以说是制度落后 也可以说是民族落后 是吧 这个不是也可以说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要说文化落后 那就提到他们的民族性问题了 那么普什图人的民族性到底是什么呢 普什图人的社会形态是很落后的 经济也很落后 但是普什图人的人总是不是比较落后呢 是不是就特别不能适应 那个现代文明的那些东西呢 这里我要讲肯定不是的 是吧 我要举一个例子 是吧 那就是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上最典型的普什图城市 不是喀布尔 不是那个坎大哈 是吧 坎大哈的居民中普什图的占的比重是最大的 但是坎大哈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喀布尔有四百万人 但是喀布尔的主要市民不是普什图人 是吧 喀布尔的市民最多的是塔吉克 是吧 那个普什图人只占 有的人说只占四分之一 有的人说只占三分之一 而且他的总人口 在喀布尔的普什图的人口 也只有一百万左右 真正世界上最典型的普什图城市是巴基 卡拉奇这个城市是世界上最多普什图人居住的城市 有二百四十万人之多 那么卡拉奇当然不只有普什图人 他还有穆哈吉尔人 有信德人 是吧 但是现在人们到过卡拉奇的人 一般都知道 卡拉奇的普什图社区是比较先进的 是吧 他有两个特点 普什图人在卡拉奇 比较善于经商 是吧 那个富人呢 什么企业家 很多 是吧 第二 在阿富汗的 在巴基斯坦的选举政治中 卡拉奇的普什图人 基本上都是投世俗政党的票 而不是投宗教政党的票 是吧 巴基斯坦是有一些极端宗教政党的 那么这些极端宗教政党在卡拉奇的 那个普什图人社区中 而且那个巴基斯坦最世俗主义的政党就是人民党了 是吧 人民党的大本营就在卡拉奇 是吧 那么人民党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选民中 这个这个普什图人是起了很大 是是占了很大的比例的 是吧 所以你可以说如果就在卡拉奇这个地方看普什图人 那么普什图人 他既适应于世俗政治 是吧 他们的票都是投给世俗政党的 不投给那个宗教政党的 是吧 他既适应于世俗政治 也是用适应于市场经济 是吧 他也是普什图人呢 他为什么就可以这样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说 阿富汗的落后还是一种 社会形态的落后 或者说社会制度上的落后 那么这个落后啊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一般的神权政 是很多穆斯林国家落后的一个根源 呃 这里我要讲 不是说教义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 呃 如果仅仅就教义 每一个宗教都不一样 但是相对而言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他都是 来源于古代 陕米特地区的一神教 是吧 很多教义是比较近似的 是吧 尤其是如果你看看基督教的旧约 是吧 基督教的旧约 因为是犹太教的东西嘛 是吧 他跟那个 呃 伊斯兰教的很多东西 其实是呃 很相近的 当然肯定是不同 但那个不同 你你拿了和佛教 是吧 和道教 是吧 和那个别的宗教相比 那就更 那那区别肯定还是要 呃 小得多 是吧 但是关键不在于教义相同 教义可以说就是文化 关键是主 宗教组织 或者说是社会组织的不同 阿拉伯的神权 真正我呃 听我的呃 看我的书比较多的人都知道我喜欢用两个概念 一个叫小共同体 一个叫大共同体 大共同体就是一个陌生人组织的国家 是吧 小共同体一般都是熟人社会 呃 亲人社会 是吧 就比如说家庭啊 家族啊 之类 那么我们知道搞民主 他要提倡呃 独立人格 是吧 不管不仅呃 针对家长 呃 要有呃 独立 要有独立性 针对国家也要有独立性 是吧 你在国家是一个公民 是吧 你在家里是一个独 呃 独立 有独立意志的 呃 这么个人 那么我们知道 我经常讲 我经常讲到一个两害相权 取其轻的问题 是吧 文化 呃 决定认识不对的 但是这个啊 路径是需要讲究的 是吧 我经常讲叫做啊 文化无忧略 但是路径是有依赖的 啊 对于不同的呃 呃 呃 不同的那个呃 呃 起始条件 啊 你走向民主的道路 走向宪政的道路 呃 不能是一样的 那我 大家很多人大概都会知道 我有一个呃 很粗略的一个说法 就是呃 呃 在主要是小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社会 啊 比如说是领主林立的 呃 是那个呃 实行农奴制的 是吧 就是那个呃 呃 没有中央集权的 那些国家 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嗯 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就是要两害相权取其亲 是吧 呃 第一步常常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市民与王权的联盟 是吧 那个时候王权强大 是呃 现代化的第一步 而市民和王权联合起来 首先把领主给搞掉 然后市民成长起来以后再对付王权 但是在秦治国家 因为扼杀个性的主要是呃 大共同体本位 所以秦治国家第一步应该是弱化集权 实现组织资源的多元化和市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 那么现在我要讲了 在我讲的这种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里 第一步应该是什么呢 是吧 这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他在 是非常专制的 是吧 因为他把那个宗教领袖和国王 呃 二位一体完全紧密的结合了 但是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对小共同体的控制也是很厉害的 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教国家在中世纪 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时候 他就不太管家庭 是吧 罗马的罗马帝国的时候 那个家庭亲属继承这些关系 都是属于罗马法中的民法体系的 到了中世纪 罗马法衰落了 那么作用这些的主要是日尔曼的习惯法 可是在穆斯林国家从阿拉伯帝国开始 他就有所谓的沙里亚 就是我们讲的伊斯兰法 伊斯兰法的一个特点就是 对家庭 对家庭 那个亲属和继承 规定 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的 是吧 那么穆斯林的规定就是 是吧 你外面的人跟他结婚是不行的 如果你要跟他结婚 你必须改姓伊斯兰教 他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儿女是绝对不会 不允许改 因为婚姻改变信仰的 是吧 所以他就会 就就止禁不出 是吧 这个穆斯林的婚姻就是止禁不出的 还有一点 就是父亲 要有义务 要要要要让子女信教 如果不信教是没有继承权的 在财产关系上 所有的那个沙里亚法 是吧 都有这样的规定 是吧 你没有 你你你如果不是只有穆斯林才能有继承权 你如果不是穆斯林 那家庭的遗产 你就没有份 是吧 诸如此类的规定 还有不少 也就是说 这个神权政治 神权政治 它不仅是一种大共同体内的专横 也是一种小共同体内的专横 那么因此 你说依靠王权来 来来来 来解构小共同体 或者说依靠依靠 依靠家族来解构 来解构大共同体 这都是不现实的 是吧 所以这个在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 它的第一步 那么我们看看现有的阿拉伯国家的那个历史 是吧 包括Kemora的土耳其 是吧 包括那个查西尔时代的阿拉 阿富汗 巴列维时代的伊朗 是吧 等等等等 我们觉得它的第一步就是世俗化 是吧 它的第一步应该是社会的世俗化 和实现政教分离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一开始的当务之急并不是选举民主 而是市民与世俗威权主义的联盟 如果说秦治国家需要市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 那个领主治国家 是吧 封建国家需要市民与王权的联盟 那么在这种神权国家需要的就是市民与世俗威权主义的联盟 如果我们有另一次讲座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从包括土耳其阿伊朗阿什么等等等等 来进一步分析穆斯林国家走向宪政的这些经验和教训 那么现在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大家对以上的有什么就请大家多提批评意见 这里我要讲就是明天我要去种芽 所以我的明天种芽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就很难 但是我会看看大家用书面提出的那些问题 我争取用书面给大家提供回答 然后我在牙齿可以了以后 我也会在 我也会用语音 作者 欣赛